我一直感慨的就是 现在的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变化如此之快 比如说 你今天刚买的新款手机 或许明天就出现了更好的手机 用不了多久就过时了 或许你今天刚买了一款新车 明天又会被新款替代 慢慢被遗忘 这不 我就来看看五月份上市的四款新车 内饰颠覆 网友还说到 钱包里的钱快捂不住了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这些新车吧 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款是极力博瑞机翼 这一款汽车的内饰可谓是亮点多多 材质的悬用也是非常用心 采用的也是软性材质 为了增强车内氛围 还采用了一款叫时光隧道的氛围灯 而且对于手机党来说 这一款汽车也是福音 里面就有无线充电设备 所以说这款汽车的内饰真的是很赞 第二款就是朗逸plus 虽然这一款汽车的外观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说起它的内饰可就一点都不含糊了 它的内饰还有不同的三种配色 这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这款车的座椅也是采用的皮质 舒适感很强 里面还配备了一些黑科技 配备了各种使用的功能 第三款就是重态T800 这一款汽车除了外观霸气之外 它的内饰也是夺人眼球的 里面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舒服 给人一种低调奢华有内涵的感觉 而且它的座椅很有特色 人们在冬天的时候驾车也可以很暖和 因为它的座椅有自动发热的功能 也是具有满满的科技感 第四款就是领克02了 说起这款车 我觉得应该先赞美一下它的外观了 可谓是一款很有颜值的车了 给人的感受就是美观 它的内饰也是极显奢华 给人一种高档的感觉 颜色搭配很温和 其次就是它的智能驾驶功能了 有十几项之多很有吸引 其实看完这起款车 我也有点捂不住钱包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起款车怎么样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